好 看到民團發動了連署罷免機動市長謝國良 並且呢將4138份連署名冊送交了機動市選委會查對 那麼在這個部分呢來看到也表示說 在市選委會的會議將會審查審議查對的結果 並且回報給中選會依法來審定 總共寄出了1441件的查詢單 那麼在市委會就會來公布出審 好 只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對於這個民團發動的攻勢呢 國民黨顧梁也是總動員 預計會規劃一系列的反拆梁的造勢活動 在這個部分呢 週刊有爆料 萊茵最近內部的民調顯示 不同意罷免比起 同意罷免的比例高 而且差距直逼雙位數遠遠超過誤差範圍 所以評估謝國良市長部分是有望來過關 倘若拆梁成案 黨中央規劃一系列反罷免活動 從8月份開始大型的造勢活動 從9月出來登場 是一系列的活動 也打算邀請立法院長韓國瑜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力挺站臺 那麼國民黨立委林沛翔就說了 為什麼跟過去以往不同 採取熱戰 因為過去冷戰經驗都是讓罷免的人得逞 所以這次呢 決定要來出擊 或許還有一線的商機 60天衝8萬票的不同一票 我認為這一次國民黨會採取對謝國良罷免案 採取熱戰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得已的作為 因為從過去的罷免案的結果來看 如果說代以作弊 採取冷戰的話 通常就會讓罷免的人得逞 而如果說是主動出擊 用空戰 陸戰 沿河的方式 那或許還有一線的升級 所以與其說是黨中央對於現在目前的民調 是審慎樂觀 然後準備請韓院長跟柯主席來 倒不如說是我們更認為是沸水一戰 而且存亡齒寒 所以本黨會盡全力 不管是立法院黨團 還是黨中央 還是我們金融市的所有民意代表 盡全力來保護我們金融市 我們金融市政府跟金融市政府的線條 同時之間也是希望說 這個二職罷免 這個所謂政治上的罷免 可以從我們從金融開始 把這個不良的選風 把它一次停止下來 好 看到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上一月在陸卓老家 攜開了16桌 7月5號在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攜開16桌 宴請了包含誰 台中市長盧秀燕合體 在7月5號這個部分 兩個人可以看到坐在旁邊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又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好 被解讀 今天中午兩個人在台中又合體了 而根據了解這一次呢 是立法院退伍成員 對象就是以國民黨前立委們為主 一場參緒 大約30多人出席 那是不是要為了未來的這個黨主席呢 王金平就說了 未來如果你要選我請朋友支持你 所以大家看到了這場參緒 是不是表示要動起來了 引發了大家的聯想 到底呢 接下來可以看到 盧軒市長下一步的動作 大家也非常的關心 那現在在王金平的部分 率先已經告訴他了 如果要選的話 我就請朋友來支持你 那麼再來看到還有誰呢 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柯文哲下一步呢 昨天他過了65歲的生日 不過前台灣市長 鄭文燦在生日當天 大家還記得嗎 就在這一天涉攤被捕 所以先前大家就會說 柯文哲會是下一個嗎 民眾黨也問柯文哲 歡慶生日平安度過 不過呢每天王瑞德說 檢調已經約談了一些人了 那麼如果說呢 這個約談了所有人之後 才會動到柯文哲 如果約談的層級夠高 認定柯文哲涉案的行為夠大 隨時可能變成 真正的貪污被告 所以他還提醒柯文哲 過生日不用囂張 那麼可以看到 歡慶六十五歲的生日 大家都在猜 現在是不是已經平安度過呢 在生日當天會不會被約談 不過呢現在所有的人 在看有人上門了 是誰 三位女粉絲 本來想說我每天要恐嚇我 生日要把我抓一關 我想說啊 結果一開門 有三個女粉絲在那裡 已經站了半個鐘頭 然後我受我 受桃 六顆受桃 我本來以為是說 不是每天證論都恐嚇 生日那天要把我收押 本來以為打開是調查局的人 對啊 我打開之後是被檢調單位 三個女粉絲在那裡 出來之間被感關係 六顆受桃 你有對他們說什麼嗎 當下你拿到受桃 我說哇謝謝謝謝 可是我跟你講 你有很多粉絲很焦慮 因為他們看那些政論 一直說要辦你要幹嘛 的時候他們很擔心睡不著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他們說 唉 我跟你講要辦的話 昨天總統大選就要辦 然後拖到現在 對 那你會不會擔心說 就是這種 各種抹黑公企 他就是 他就是每天 每天這樣唱的公企 但搞不好真的很奇怪 哈哈哈 欸那那那你 你要吹 你要許願 許願 許願 郭泰明安 好好好 郭泰明安 好 好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主席今年是不是六十 有 主席今年可以拿進老打了 對啊 我前幾天才接到 那個七封手寄空信 來都叫去領敬老卡 民營黨搞廢和平綠能 甚至現在還要燒垃圾來發電嗎 經濟部之前 專案推薦的三家SRF電廠 進入台灣觀音 結果引發了當地的居民不滿 因為台灣的SRF是靠燒垃圾來發電 專家也炮轟 將會燃燒出致癌的有毒物質 這裏黨更痛批 民黨為了反核 這是要犧牲老百姓的健康 好馬上就要來登場氣候變遷委員會 外界也呼籲政府能夠 好好的思考重啟後呢 你放三家燒垃圾的發電廠 專家說國外的SRF發電 是拿單飲料源像是燒紙類或木材 但台灣卻是燒混雜性垃圾 這一燒對空氣污染非同小可 氣候變遷委員會就要登場 由委員建議用公投決定核電廠是否研議 但看看2018年以和養綠公投 58萬多票將近六成的民意通過 而當時蔡政府卻沒有遵循民意 讓公投結果淪為 象徵意義 歡迎鄉親最後群聚在經濟部前繼續抗爭 就怕真讓燒垃圾電廠起死回生 賠上了僵士全民健康 接著林鎮堅是國豪SNG小組台北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A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A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 KAS Blue Your Care